天降横廓 来看到新北市新庄 有一间老公寓的外墙水泥瓷砖 在12号傍晚突然掉了下来 当场砸中下方的汽车还有骑士 不带车子板筋受损 连女骑士的腿部也因此红肿插挫伤 今晚屋主赶紧商谈了赔偿事宜 并且找人前来修缮 但是公务局还是要对建筑物所有权人 依法开罚6万元并且限期改善 下班时间大马路上车来车往 突然齐楼外头发出一声巨响 碰得好大一声 好几块大小水泥瓷砖硬生生掉了下来 不但当场砸中下方人车 白衣女子目睹过程 跟吓得直后退往齐楼里冲逃命要紧 我那天也被吓到啊 这样太危险了 上次那个冷气事件 走个路都会脑袋开花这样不行 瓷砖水泥块瞬间掉落 大家简直快吓坏 而且掉下来的量还不少 秦仪秦竟然有两大袋之多 当时民宅外墙水泥瓷砖就这样子硬生生的掉了下来 可以看到掉了两袋之多 而其中一块瓷砖呢 还有我手掌这么大 而且重量非常的重 还好呢 骑士只有擦错伤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2号傍晚6点多 新北市新庄复国路上 这栋40多年的老公寓 外墙的水泥瓷砖突然脱落 下方的汽机车根本来不及闪 不但有轿车受损 路过的女骑士也被砸中 造人腿部红肿擦错伤 那现场要求屋主 将有掉落疑虑的部分 立即移除 已经对建筑屋所全能开发 新台币6万年整 同时献取去做一个 全面检视跟修复 屋主表示 遗憾受害的民众商谈赔偿事宜 并通知厂商来修缮 只是老旧大楼那么多 就怕哪天又天降恨祸 大家真的是很难安心 接着五位斑马旺家 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